各位歐童海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Kevin 現在來到了這個鴻海科技日 HHTD23 記得去年的鴻海科技日 他們發表了這個Model C 還有Model B 還有Model V 對不對 那因為呢 鴻海是基於所謂的CDMS 就是委託設計製造服務 這樣子的運作的方法 所以他們推出的新車型就表示 其他車廠有機會來用這樣子的車型 來做生產製造等等的需求 那所以說今天呢 在HHTD23真正發表的一台叫做Model N 它走的是這種Cargo Van 目標就是那個5噸的商用車 以前我們叫三噸半對不對 它其實是5噸的這種車 車長6米 車高2米77 車寬2米06 然後 車重呢 應該到2噸8 所以它可以再重2噸2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那個 應該不是我們一般汽車消費者 會用到的 那其實今天在場 我們很關心的 就是納智捷的N7 在現場有了幾台車了 三台 而且是已經掛牌 就表示說 他們所答應的 明年初1月要能夠上市 是已經掛牌了 大家看得到 所以這是沒有問題 就是說它已經可掛牌 這邊現場就掛牌三台 我已經強調掛牌 所以這個不是空穴來封 然後呢 根據目前的統計 今天10月18號 他們的這個 這個 怎麼講 純電代言人 跟純電 什麼什麼 反正繳1000塊的那些人 實際真的花了1萬塊 去下訂的 已經有超過5000張單子 所以這個我相信 對納智捷是一個 相當好的鼓舞 那裡面呢 大概60% 就是訂那個99萬9 大概有六成的人 衝著99萬9的電動車來 對不對 然後呢今天也發表一台 這個Model B 其實去年就發表了 但是呢 他們說 因為其實整體的設計 還是算蠻成熟 所以在整個的修改的部分 並不多 可能方向盤的形式 內裝的形式 又修得還更好 然後把這個 對於電池的這個 怎麼講 散熱更優化 所以 Model B的這個 這個行駛旅程 續航旅程 也可以到達500公里以上 就跟這個N7一樣 可以到50 N7是505 對不對 但是呢 很多人都說 這個Model B以後就是 納智捷的N5啊 等等 是不是這樣 大家是這樣猜啦 但是目前還沒有得到 真正的肯定 所以大家目前還是瞎猜 那預估呢 2024年下半年 這個Model B就可以有這個 量產的 這個 開始進入量產 可量產階段就對了 欸 來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 Model N的圓形 你看 它這 車廂內 空間非常的大 當然這些都是可以特殊訂製的 而且你看工作人員可以在 車內就是站著 所以 它這2米77的車高 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所以這個在 整個的 空間的利用上面 車寬也是有2米 所以 使用上面應該是 非常適合 這個 新世代的需求 我們去看一下駕駛座 欸 這個門 一拉開 我就可以直接從這個 哎喲 貨物區 撞到頭 哈哈 這個 總之 這個設計 你看 雖然是貨車 可是它的設計也是很可愛 很可愛 當然這個未來如果你要量產的話 你要怎麼設計改變修改就可以 你看 這個螢幕 你還可以 裝一個攝像頭 你可以隨時監控這個貨物區 有沒有什麼不安全的情況 或貨物區的狀況 然後呢它還蠻貼心的 這是一個桌板 可以吃飯用 這裡還有一個餐 這個 欸 好 背架 OK 所以 工作嘛 駕駛艙的舒適性還是非常重要的 這裡有無線充電 這裡也可以放一些東西 像我的帽子 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置物空間 好 欸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監視整個貨倉的這個攝影機 所以這 基本上 這空間 可以自由設計 可不可以像我想的 還要做成一個露營車呢 哎喲 阿爾卑斯之窗啊 哎呀 好面熟的東西 這個是不是借個Land Rover的創意呢 對不對 因為貨倉 它本來就是不要有窗戶嘛 但是 有點採光也是不錯的 不錯不錯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台Model N的外觀 因為它的車寬是2米06 然後車高呢2米77 所以 你從正前方看你會覺得 哎喲 好高啊 細細長長的一棟大樓啊 對不對 不過因為它電動車 我們都知道它的電池在車底 所以其它車的重心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你不用擔心什麼 哎呀這個車子那麼高 風吹了會被倒 不至於啦 那這個 的確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貨運用車 以往 在大街小巷你常常看到的 我們以前叫做三噸半的貨車都是柴油的 對不對 遠遠就聽到那個 卡拉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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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那個柴油引擎的聲音嘛 以後呢 就是這樣子純電車 我覺得 其實我們國內也還蠻需要的 它的續航里程 雖然只有250公里 但是呢 對於每天運輸固定的路線 或是在城市裡面 其實是非常夠用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造型上面呢 未來就算要訂製 你也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各種不同的車廠 放不同的logo 但是整體造型上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不錯 這就是鴻海科技是今年真正的新產品 就是面對了這個卡狗的市場 貨運市場 Model N 我們看到是Model B 這個展示出來的迎賓模式 那這個Model B呢 雖然我們還不知道 它會不會變成納智傑的N5 之類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Model B呢 其實我們去年就已經看到它的這個樣子 最特色的當然就是一個 日行燈是這種前面貫穿的 那在造型上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設計都還不錯 所以目前呢 也沒有什麼特殊需要修改的地方 不過它這次也增加了 就是比較傳統的後世紀 哇 白色的內裝有沒有 哇 好大一個螢幕啊 是不是 然後它這次 我記得放盤盤之前不是長這樣 大概做了一些小修正啦 不過這個車子的 你看全景的天窗 這應該算是玻璃車頂 然後你看我們的電子後世紀 它在這兩個地方有沒有 是可以有螢幕的 可是我覺得還可以再大一點 或是說其實國產化以後 它可能必須要做傳統的後世紀 電動車的好處呢 當然就是這個空間 非常的方便 這邊置物空間等等 然後還有非常大的螢幕 你看後座的話 這個座椅的背部還滿斜的 可是為什麼我的頭就頂到了呢 這個造型上面還是有點 這個還可以再修正 然後這個腿部空間也還OK 然後座椅的舒適度什麼的 畢竟它這個是一個Prototype 如果未來要真正量產的時候 還可以自由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尾 一樣跟車頭一樣 是貫穿的 Logo在中間 一個車尾燈 LED的燈組 車頭也是有這樣子 點點點的這些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 後行李箱 果然開關在這裡 唉唷 電的 這行李箱空間就稍微有點抱歉 底下就是它的機電組 所以 心李箱空間就變得有點小了 沒關係 這是小的CUV 我們先不要去考慮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造型設計 我也覺得有點很妙 當然 對於電動車來講 降低風阻係數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邊 因為這種是先備車 所以它為了要降低風阻 減少後面的擾流 當然這個尾翼是很重要 但是它最特別是在這個C柱 非常肥大的C柱 除了這表面有些點裝飾以外 它這邊是透過的 透過的 看得到嗎 從這邊空氣流 它也可以刻意的倒過去 連上面一起綜合下來 可以打斷後面的擾流 可能有處降低風阻吧 既然講了對抗風阻係數 我剛剛問到了0.26 對於CUV來講 還算是不錯的喔 從前面到這裡也是貫穿 可以減少這個輪胎在轉動的時候 對於空氣的擾動 所以這個是相當不錯 還有 這裡又出現了 從這裡 穿過來 就會覺得很像賽車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這一台車子 雖然是小的CUV 可是它在科技上面 能夠把風阻係數也維持在0.26 很多的細節 真是滿滿 最後呢 我還是忍不住 跑到那這些N7車上來 看一下摸一下做一下結尾 N7這部車子 大家已經墊了5000多台了對不對 那這部車子的原則上來講 已經達成了我們去年 敲碗的時候的三大要求 第一個當然是有沒有LV2的自動駕駛輔助 有 第二個它有沒有V2L系統 有 它也是給一個那個 就是加充電裝 J1772的充電口 後面多了一個三孔的 110V的插頭 但是這是標配 所以V2L OK 第三個很重要 露營模式 寵物模式 維持 等一下 對 在這邊 我們來摸一下 拔一下 如果你只是選功能的操作控制 其實是夠快的 並沒有到那種 會讓你覺得那個 操作起來很慢的這種情況 OK 總之這次的這個 黃海科技日 除了一開始一開場 這個我們黑色皮衣教父 黃仁勳 NVIDIA的總裁 就來到現場 跟劉董市長互動 再強調這個AI的重要如何 AI改善以後的這個電動車 然後電動車的資料 長期的收集回饋之後 又可以強化它未來系統設計的優化等等 甚至以後整個的生產線都用AI來做優化 其實這是HTTD的 在靠右邊的這些展區 他們都有展出關鍵零組件 甚至於 鴻海已經變成一個半導體公司 他們所開發出來的部件 還有鴻海買過了SHARP 對不對 他們在這個SHARP 在這個螢幕 的一些新的這些技術 譬如說有一些是駕駛座看到 跟副手座看到 可以呈現不同的畫面 或者是說 副手座你可以看你這個螢幕 我在駕駛座完全看不到 的這樣子螢幕 等等等等的細節 還有一些更厲害的是 你看起來可能是木紋材質 但是它卻是 躲在後面的一個螢幕等等 好 這是HSTD23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結果 那如果大家對於其他跟產業面 有興趣的話 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媒體報導 我是比較針對 車子的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講就到這裡 下回見 拜拜